今天接着继续来看有关数学和统计相关函数的应用 上个礼拜主要我们是讲到有关日期时间函数部分 里面当然比较特别的是针对年历部分去做练习 里面当然我们为了要得到年历这样的一个结果 里面用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包含例用像today、now还有相关民国年的格式 另外还有针对日期的计算 讲了一个有关delive函数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delive函数主要可以帮我们解决像年跟月的计算 如果要精确的日期的话 其他还有像利用month去判断月份 然后还有像ifair去去除相关的错误 这个也还蛮重要的 其他还有像格式化条件 格式化条件部分的话 我们是在格式化条件里面用公式 公式部分的话 这笔主要就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会用公式 去设定格式化条件 有些效果你是做不出来的 其他还有像怎么去删除列 跟那个插入空白列 这个我想我们有补充利用弱函数去做一些列 里面当然如果你会用这个弱函数去做删除的话 其实会方便很多 有些地方如果你要快速把某些列给删除的话 其实你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设定一个条件就可以把相关的列给删除 大概上礼拜的东西 我想还是重点还是要回去多多练习 因为这东西其实主要还是需要动手 如果你没有动手的话 可能很多地方后面的课程 你会越来越跟不上 那今天的话呢 一样我们再接着来看 就是有关那个数学 数学函数一样 我们大概重点大概就摆在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函数 比较比较好用的那个内建函数 然后内建函数里面有没有什么 在更进阶的用法 另外还有就是VBA 把同样的做法用VBA再做过一遍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所谓的我们的录制聚集 可以把某些 这个 假设有一些功能它不存不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录制聚集让它可以产生 但是录制聚集有个缺点 就是说 录完第一个 你要知道怎么去录它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你录完之后还要再 也许增加一些注解 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还要做一些VBA的程式的修改 或者有些效果你也许做不出来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把那个 我们范例档里面的这个数学函数 把它打开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针对那个有关加总 不过呢 像这一题上函数的话 那我想上函数应该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在每一次月考上面呢 再加上它的这个比重 比如说呢 第一次百分之三十 第二次百分之三十 最后一次百分之四十 好了 假设呢有这三次的比重 那如果说呢 那我的总成绩呢 必须要把我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再加上下一次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以此类推 那当然如果你用公式的话 你可能就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什么呢 它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一样的方法 那当然你会发现 你要假设三个成绩倒还好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多个成绩的话 这样一直乘一直乘一直加一直乘 那当然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加快速度 你可能要想 这个公式里面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了 我们第一个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呢 向下填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哪一列不能够变动 比如说我向下填满的话 当然向下的成绩这个一定要变动的 可是呢 比重的部分一定不能变动 所以请你把那个四一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那加个前的符号表示说 我这一列在往下填满的时候 不要帮我自动加一 那只要在列 在列的部分是向下填满 那当然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当然就是前面的蓝 因为我们只有向下填满 不会向右填满 所以基本上 这个F前面 跟ED前面都不需要加 所以把它打勾 向下填满之后 那可以算出我们要的那个 这个总成绩 当然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像插入函数里面 再来我们可以假设同样的功能呢 在那个VPA里面有提供一个数学函数 那这里的话呢 你们可以找到往下 可以找到一个叫上 那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把它加总 而是加总的情 有个前提 就是我要相成 所以除了加总之外 你要相成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叫三波打 三波打呢 这个函数 基本上呢 就是也是相加 但是相加的时候呢 是把两个或多个范围先相成之后再相加 OK 所以这边底下有一个叙述 多个阵列或范围 其实我们这边是范围 相应什么呢 元素成基相成之后之总和 所以似乎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功能 那大家要按确定之后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有Array1 Array2 很多个范围 OK 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个范围 我们其实就两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是我的成绩 第二个范围是我的比重 OK 大家如果将完你还有其他范围 你还可以相成 那你会发现 所谓的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你选取之后 这个叫范围 那选完之后呢 他会帮你把资料带过来 那你可以发现实际上他里面内部的 只要有大瓜糊 那这个叫做阵列 OK 所以其实正列跟正列大瓜糊 范围就是以色列看到的 所以一个表一个里 里面就是一个正列 外面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给你看到的就是范围 那里面实际上他就一个正列来表示 那把这个相成之后的总和 你会发现结果一样是正确的 那不过一样 我要必须在11的地方 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第11列不能动 所以记得在这边 把11这个地方选起来 我按F4 F4第1下他会两个都锁 按第二下的话 他只有锁 其实只有锁列的话 比较标准 所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你记得按F4 是那个也是增加前的符号 因为你F4按一下 等于是两个都会出现 那当然按一步是比较快 不然你等下在前的符号 自己加 等下加两次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也许我一样 假设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 得到我要的结果 那当然 我一样把它取到整数 取到整数好了 减少小数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公式 那一个是用三波打 再来的话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它更快的话 当然最快的方法 还是你把VBA写好 按下去 直接它结果就帮你出现了 那如果说 假如说我希望 把VBA写出来 那VBA的写法 大概有几种 要不就是旁边 按按钮 那帮我把什么 帮我把刚刚这个东西 全部都帮我输出到这边来 那要怎么快速的输出呢 那输出的时候 当然有几种方法 不外乌就是 前面有讲过 要不就是你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对吧 丢公式 如果我刚刚的这个 这个三波打 如果我希望 按个按钮自动 全部帮我填上去 第二个是 我不是丢公式 我要把运算好的结果 帮我再丢进来 第三个也许是一个清楚 大概三个按钮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 这边插入函数 干脆更简单一点 我就直接给他第一次的月考 第二次的月考 第三次的月考 给三个成绩 向下填满 就OK了 其实问题 这些东西目前不存在 所以你可能需要什么 透过开发人员 里面的VBA 去把VBA部分给产生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些做法 前面都其实有 大概也讲过 只是说有一些地方 大概熟练跟不熟练的问题 像一个技能要把它 把它呈现出来 当然你背后要需要 很多的练习 可以试一下 大家玩 那么 Writing 现在我们去那两个本事 目前最后 稍微的 ! AS